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7月22号星期二晚上11点 运通财经台制作的股市晚安报 我是郭凯 节目开始先关心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今天台北股市开高之后是一度的翻黑 不过在外销订单以及失业率等经济数据 纷纷告解的帮助下 由电子族群发动反攻 带领大盘重返五日线以及月线 加全指数收盘上涨了58.39点 来到9,499.36点 成交量是947.25亿元 盘面聚焦在上移 严华宣布策略联盟 强力打造台湾机器人产业链的聚落 股价双涨带动车王店爆量涨提 永大也是齐扬的 经历电机股大涨1.45% 成为今天的多头指标 而另外双千金大力光汉维科拉回整理 但高价族群人有F雅德 M普瑞 金华光 美律以及TPK接棒演出 传产则是涨跌互建的 汽车在7月份的车市挂牌量 渴望挑战4万6千辆 将创下9年的同期新高激励 核泰车与玉日车领军上钩 类股指数上涨了0.77% 今夜重大财经讯息 第一润今年第二季的价格维持走扬 随着下个星期即将进入财报公布期 相关个股今天先行走强热身 华雅科因为市场预期上一季的获利 将再度突破100亿元 今天开高走高 盘中涨幅超过6% 涨幅最伪的强势 立即今天除息盘中来到176元 填息幅度逼近4成 让相关的高价类比IC股 包括了智新 F昂宝等 也呈现了红盘震荡 F昂宝一度是来到208元 涨幅2.4% 大陆国务院公布了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意见书 在意见书中明确点出 将加快建制充电设施等措施 让台湾的电动车相关厂商 包括了康书 台达电跟着受贿 康书在盘中大涨超过4% 台达电也有近2%的涨幅 小米科技在北京举行 年度旗舰机种小米4的发表会 随着小米科技不断上修 今年的全年出货量 台湾的供应链厂商也渴望同步受贿 包括音业达 友达 华通 伪创等概念股 同步开红盘庆贺 电子产业近年出现重大变革 终端产品走向轻薄高效能 加联益总经理吴永辉表示 PCB产业需要强化产业的整合跟创新 积极打造PCB产业 成为下一个兆元产业 凡在期货的布局 以及三大凡的买卖超排名 外资买超了66.21亿 而投信是买超了1.45亿元 资议商买超21.09亿 三大法人同步买超了88.75亿元 详细一同来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期貨部分 以9,433點作收 上漲了68點 與現貨相比較 逆價差66點 從版面部分 外資多單大增了4,06口 近多單水位是來繞的5,132口 而投信的是多單小增52口 至2000口的位置 而自行商空單增加了692口 近多單水位是降到519口 總計三大法人 多單是增加了3366口 至7651口 这是台北股市表现外資法人的观点 巴克来指出 台达店第二季营收达到476億 激增率是11% 毛利率有機會达到26.8% 表现优于预期 看好未來的營運表現 不但重申加碼平等 目標價更是從200元 調升到230元 台積電先前預估16奈米初期的市占率 會低於競爭對手 美林證券認為這個預測 還是言之過早的 更看好台積電現在是一個好的買入點 將目標價調升到155.4元的價位 雖然近期受到蘋果新機的消息帶動 外資紛紛調升鴻海的目標價 但是李昂卻是獨牌眾議 認為鴻海來自蘋果產品的利多消息 已經沒有成長空間了 因此調降了投資平等 來到列於大盤的位置 接著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強弱事故 股市漲跌變化就像天氣一樣 股市氣象台今天出太陽的偏多訊息 為了挽救首期銷售下滑的局面 三星預計在今年第三季 推出新版本的Note機種 搶救全球的市占 外電指出三星將採用可饒式的面板 以及金屬機殼 甚至是紅膜掃描功能 吸引消費者的青睞 為了擴大市場版圖IC通路商大連大 展開設立控股公司以來 首度的籌資案 大連大強調 未來將與大陸的供應鏈客戶合作 向海外擴展新興市場的布局 中國人壽上半年獲利來到24.7億 EPS 0.9元 集團資產首度突破一兆元 由於旗下的轉投資公司 上半年就為中國人壽帶來19億人民幣收入 因此中受透露 未來將不排除增加網路的投保服務 擴大營運規模 兩岸烘培用油大廠南橋 上半年獲利來到4.79億 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長34% EPS 1.93元 法案預估下半年在中秋節年節港期的挹注 以及新產線陸續投產幫助 下半年的營運將會逐漸的成長 國內最大的生技基金 鑽石生技與國家生技醫療策進會 今天舉辦了2014亞太生技投資論壇 鑽石生技指出 臺灣的生技產業創新以及執行力很強 如今再加上政府的支持 國際資金對於臺灣生技業的興趣 將更加的濃厚 立成今天舉行法輸會公布第二季財報 稅後獲利來到12.24億 EPS 1.18元 優於市場預估 立成認為 今年第二季的財報數字終於開花 結果了 進入公司理想的移運軌道 預期下一季的移運將會更好 以上是今天台北股市表現 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到節目現場 輕鬆價格升級豪宅大戶規格 每瓶三十八萬起 金龍湖畔 兩大湖錯過不再有 26957778 在我們遭遇緊急傷病的時候 還好有這些醫護人員的效果 他們犧牲與家人相聚的時間 只為了給我們最好的醫療服務 感謝每一位醫療人員 因為有您 全民健保才能更好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倒塊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吹記憑啊 先用記憑五分鐘 排風季節來臨 我們來看看房台準備做得夠不夠 準備紗包 固定招牌 數同勾取 不怕風雨來 不前往關潮 釣魚或不當外出 防災用品準備好 房台不煩惱 記得隨時注意陶風相關訊息 危險區域的民眾 請及早避難疏散 內政部相防署提醒 歡迎回到股市晚安報節目現場 我是郭凱 新台幣端美元匯率 今天收盤升值0.2分 達到30.035元兌換1美元作收 成交金額5.14億美金 有關國際匯率數字 一起來看看 國際重大的財經訊息 儘管各國央行警告債券市場過度樂觀 為債券市場埋下了不安定的因素 不過今年的上半年 新興市場和邊境市場 國家在全球發行的主權債券 達到694.7億美金 比2013年同期 越增了54% 日本內閣府今天在經濟財政會議中 表示在出口低迷以及消費稅增加衝擊 因此預估2014年日本的GDP成長率來到1.2% 比2013年預估的1.4%下修了0.2個百分點 泰國政府認為軍方在五月接管的政府之後 啟動了經濟擴張 預期明年國內生產毛爾成長率 有望恢復到5%到6% 隨著利多消息激勵 外資也跟著蜂擁而入了 使得泰豬大局的攀升到八個月以來的高點 社群網路臉書 今天開始讓民眾儲存線上連結地點 電影電視與音樂等物件的內容 等到了有時間之後再仔細品嘗 鼓勵使用者回過頭來 花更多時間使用臉書 增加廣告等身材工具的曝光率 亞洲股市最新消息 今天亞股並沒有受到了美國股市 昨天收黑的影響 今天是同步的一個大漲 詳細數一同來關心 我們下期 经济部公布六月的外销订单 连续五个月正成长 年增超过一成 失业率更创下十四年来同期的新低 行政院长江一华就认为 景气回温的态势明显 全年GDP保三应该没问题 厚厚的一本建言书 高达六十案书面意见 行政院长江一华 率领经济部长张家住 警管会主委曾明宗等各部会首长 一字排开 与企业大佬面对面座谈 我们的外销订单也是大行的承担 甚至于出乎一般外界所预料 观察上半年国内经济发展 江院长搬出最新外销订单数据 根据经济部资料显示 六月外销订单金额达到388.2亿美元 连续五个月正成长 改写近十八个月新高 累计前六月更达到2204.6亿美元 同步改写历史记录 不只如此六月失业率更创下十四年来 同期新低来到百分之三点九二 在三个月六月的时候 我们连续已经获得了四个绿灯 那么这种成绩呢 让我们希望他们够继续维持下去 只要他们够继续维持一个平稳 并且越来越热络的表现的话 到了年底我们一定可以达到GDP 百分之三以上的成长率 上半年表现得很好 我预估今年破三应该没有问题 看景气场观同调 双双喊出今年GDP保三没问题 与政府直接交流 现场座无虚席 受险工会理事长许舒博也特别到场 看来今年景气回温态势已经底定 福日宣罗关宇台北报道 走出亏损阴霾红机积极转席 电脑应用展记者会上 特别公开亮相的笔电以及八寸的平板 同时预告下半年的笔电试战将会超越华硕 摇五只手指轻轻触碰就能快速启动 红机推出八寸平板电脑新品 面板采用全面贴合技术 颜色鲜艳 不同视角效果一样好 被盖则是采用金属机壳 完全冲着竞争对手苹果iPad mini而来 红机预告会有更多新产品 在电脑应用展上公开亮相 对于笔电出货信心满满 预告下半年红机笔电市占率将会超越华硕 相当越来越有信心 而且我们会提供给客户的是越来越多的服务上面的提升的部分 相信我们会推出更多更优的产品来提升让客户更多的体验 根据Witsview公布最新笔电出货调查显示 今年第二季Chromebook全球出货180万台 红机以30%市占抢下第一名 出货量首度超越三星六个百分点 惠普则是以市占率21%紧追在后 位居第三 不过上半年三星与鸿基累积出货量差距不大 落在90万台上下 下半年受到竞争对手微软以249美元 推出低价笔电方案势必影响Chromebook销售力道 林思荣 林志远 陈永复 台北报道 华确积极地突破转型努力有一番成果了 根据统计主打评价高规格的智慧手机热销 登上了六月全台冠军宝座 日本媒体报道更指出 上半年平板在日本销售超越了苹果iPad 位居低迷 董事长施崇堂出席公开场合更是喊出要扩大真才 华硕董事长施崇堂首度现身拍摄真才短片 人才是公司最最后的资产 所以我们这个千人真才的话是公司很重要的一部 施崇堂亲自出马找人才 预计8月2号还要举办大型面谈会 因为年度秘密武器ZenFone在台热销 六月冲破20万只拿下全台冠军宝座 预计7月还会维持20万只以上产联宝座 同时带动六月外销接单创网 七年前推出EPC的时候 就已经觉悟到这一个新世代的典换转移 我们在公司的内部发动了一个大改革 轰动的Transformable Qi Qi的启明其实是源自于我们中国的文化这个 Qi 我们觉得比Air要好 它不只是代表薄 还代表我们高强的武功 系数从七年前推出EPC以来 华硕积极以创新体验转型 施崇堂更呛瞎苹果 新款变形笔电绝对比iPad Air还要好 果然数据会说话 根据颜料机构BCN调查指出 华硕平板上半年在日本市占达38.9% 超越iPad的36.4% 应证施崇堂的变革转型之说是条正确的路 林宋春富特导 工具机大厂上营宣布与工业电脑龙头研华进行策略联盟 将在一年之内设立系统整合公司 并且邀请下游业者包括了鸿海人宝合硕 日月光等业者入股 携手抢攻全球机器人视差 机械手臂随着音乐热物 工具机大厂上营布局机器人领域企图新鸣谢 为了整合集体力量 挑战机器人大国 德国以及日本 宣布与工业电脑龙头研华进行策略联盟 要与研华在一年内设立系统整合公司 这样还不够 计划邀请鸿海 河硕 仁宝等电子五哥 还有半导体业的日月光 友达 群创 以及金属加工业 食品饮料业者参与投资入股 打造民生工业机器人王国 渴望抢下机器人产业发展先机 另外为了因应物联网需求 上营将与一家德国驱动控制软体公司 洽谈百分之百股权收购 预期最快将在第三季完成并购案 福尔学罗关宇台北报道 国内第一档航太股成田正式挂牌上柜 董事长谢永昌乐观看待未来二十年的产业发展 并且喊出亚洲将成为未来最大的客机市场 与太太手牵手步入会场 成田董事长谢永昌好心情全写在脸上 总经理黄宝文也同样笑容满面 达向罗宣告成田正式进入资本市场 成为国内第一家以高航太业务比重的上柜公司 世界五大引擎厂 都大家所知的 G1 老师莱斯 虎惠 哈宁惠 还有扫鸿集团的所有的订单 目前也都在台湾这边生产制造 所以说整个行内来讲的话 这几年都是非常好的 根据全球航空产业预估 2012到2032年 全球将新增或更新客机约三万五千架 新机总市场价值上看4.84兆美元 其中亚太区市场总值渴望达到1.84兆美元 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客机市场 当然廉价航空的崛起 也成为航太市场另一个新成长动力 因为廉价航空的兴趣 带动了一些旅游潮 我相对等于飞机的定制的适量 也会相对更多 成田挾着合作伙伴汉翔的势力 成功拿下波音 以及空中巴士两大客户订单 在航太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合作伙伴汉翔也将在8月中IPO 势必为产业热度再加温 Fusion 关羽 台北报道 近期回温 预期车市买期更旺 加上农历7月即将到来 车市龙头和泰车挑战单月 交出1.5万辆新高的成绩 育龙的自创品牌7月前 20天的业绩更是比去年同期 大增了1.3倍 这边的话就会我们的预标板才用的是 自发光的一个预标板 赶在农历7月前民众忙着看车 车商更是总动员紧盯订单赶交车 根据交通部数据统计 7月前20天 全台新车领牌总数来到2.04万辆 年增15.3% 月增4% 排名前十大的车商几乎都搅出 较去年同期成长成绩 以核胎车为例 7月前20天挂牌数有7294辆新车 年增21.1% 看好车市持续热络 去年渴望突破亏为八年之久的 40万辆市场规模 另一车商御动集团同样有好表现 旗下一日车喊出单周交车2000辆目标 另外自创品牌7月前20天业绩 更是比去年同期大增1.3倍 成长幅度最为惊人 有三个车现在拼得不得了 我想你们也晓得不讲名字了 那自然买就会吸引这个买气会起来一些 做生意也好做工业也好都要survive 大家有survive的方法和方式 我们就静观其变 为了能在农历7月前顺利交车 有不少车商已经派人进驻 各地建立所紧盯新车领牌进度 预料7月新车领牌数还会继续往上冲 以上是重大财经讯息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下沙下沙 只要4折 红天蕾买一送三感恩回馈大放送 大家下沙下沙 昨日起参加轰天雷终极实务班专案 让你可以学到轰天雷的关盘技巧 逐步掌握操盘金钥 了解更多请速播 0223653255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MIT产品 我是Dr.Beauty 让世界都变美 我是Happy达人 让香蕉皮变成抗热力保健食品 自由经济适合区才是台湾的潮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一起炒饭 冷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电 是今下最美丽的流行 谢谢你的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想帮助别人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过租屋服务平台 租给有需要的人哦 不仅可以免费张贴租屋讯息 最高每年还可获得一万元的修缮补助哦 目前已有六个县市 加入租屋服务平台的行列 请上网查询详细说明 租屋服务平台 爱屋及屋一起来 内政部营建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股市晚报节目现场 研调机构公布 七月下旬面板最新的报价 电视面板呈现涨跌互件的 易经显示器 笔电面板则是持续上涨 由于市场需求走强 研调机构预估 电视面板这一波涨势 可能会持平到小涨 易经显示器 笔电面板价格走势 同样是看到九月份 高阶智慧手机市场区 饱和平价高规手机正夯 宏达电不缺席 正式在台推出了 大陆狂卖超过200万只的 中阶新机 采用塑胶机壳 1300万画素相机 四核心处理器 中国区总裁董俊良 非常有信息 表示将这第三季业机 带来贡献 轻敲两下就能换醒萤幕 宏达电新机皇E8 5寸4HD大萤幕 支援4G全频段 拿来和上一代机皇M8相比 外观造型几乎一模一样 只不过以往强调双镜头 换回单镜头 1300万画素相机 被盖改采塑胶机壳 定价不到15000元 进攻中阶市场 最高的规格 最好的时尚设计 以及最亲民 最高的性价比的 一个旗舰的手机 来满足这个年轻的族群 E8首度灯台亮相 找来名模尼亚人 站台抢人器 实际上大陆比台湾 早已不开卖 以15分钟卖完5万只记录 闯出好成绩 力拼同样主导 高规低价的华硕ZenFone 以及大陆小米4 从HT400M8 8A6 610 缔造了非常好的绩效 如果我们的预测 很准确的话 在611我想它的绩效会更好 在第三季 以及下半年 会带动4G的一个成长风潮 信心满满 相信新机能为第三季业绩 带来益助 不过供应链传出 由于M8热销期 没能延续 这上新款iPhone即将上市 造成民众等待心理 第三季出货量 恐怕将到450到500万只 比上季减少25%到30% 如今主打高规低价的 E8上市 能能为业绩加分 7月31号法说会 最能揭晓后市营运展望 林宋春副 看不到 数位相机市场持续的萎缩 佳能看好了便利商店 24小时不打烊商机 要在全家贩售多款的 消费性数位相机了 佳能表示 数位相机逐步的进入销售 旺季预估第三季业绩 渴望倍增 全年仍有机会 转亏为盈 擅长饥饿行销的小米 最新旗舰机小米4 今天在北京发表 最大特色就是采用金属机壳 由F凯胜提供 另外64G大容量的小米平板 也将同步亮相 由音业打组装 大陆小米上半年手机销量 冲过2610万台 在中国排名超越苹果 震撼业界 外传最新旗舰机米4 22号北京发表 首度采用金属机壳 由F卡圣叫货 董事长佟子贤强调 因众多客户下半年新机发表 下半年业绩会比上半年好 目前中国厂有2万员工 7月将再增加5000到6000人 除了米4备受关注 第一款小米平板 也预计同时间亮相 以7.9寸单挑iPad mini 由音业打独家组装 而非先前外传的红海 擅长饥饿行销小米 随着企图性扩张 目前产品线广度 从小米电视 小米盒子 小米路由器 小米银箱 小米平板 公安链也产出 创办人雷军正在研发 小米手环 看来小米供应链 背后总是有台湾的银子 林宋重复 看不到 两岸4G市场起飞 华为受贵于手机订单 硬注 上半年营收比去年同期 成长19% 不止营收超越竞争对手 益力性 毛利率更是从去年同期的 12.2% 进步到18.3% 晶圆代工产能吃紧 由于IC设计厂 取得了充足的产能支援 近期是主动向晶圆双雄 提出加价3%到5% 让产品顺利的出货 有机会让台积电 连电第三季毛利率 和获利持续走扬 下半年进入电子业 传统旺季 不少IC设计业者 担心要不到晶圆代工产能 错失商机 主动向晶圆双雄 提出加价3%到5% 确保正常出货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虽然对代工价格不予评论 但根据法书会上预估 第三季营收冲上2000亿元 毛利率上看50.5% 同步创下新高记录 反映晶圆代工价格上扬力多 经文代工二个联电产能同样满载 订单能见度看到第四季中旬 由于客户需求远远超过产能 业界传出联电第三季已经顺利涨价 月头片量低于5000片的客户 调涨晶圆代工价格5%到15%不等 一波变得比较好也很难讲 所以我们对于未来真的是觉得变化非常的快 过去随晶圆厂的良率提升和折旧降低 晶圆代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降价回馈客户 这一波调涨是近三年来罕见不跌反涨 连电也将在7月30号举行法说会 到时将公布第二季财报和营运展望 林宋处复特导 第一院试矿式转区健康LED照明市场也同样看好 机体模组厂微钢发光二极体事业传出好消息了 微钢即获得半导体封测厂南茂五个厂区 3.6万奖照明的换装工程订单 再度成功了接获 主机版大厂技嘉全球的营运据点 照明换装工程订单 预估明年会全面的施工 美国太阳能反倾销出判即将出炉 国内包括了茂迪玉金等太阳能业者 大幅降低产能减缓影响 预期在对市场冲击明朗化之前 产业恐怕将呈现忘记不忘态势 美国对大陆太阳能反倾销出判 将在7月24号出炉 虽然世界贸易组织出售 裁定美国以大陆部分产品 享有政府补贴为由 对当地钢铁太阳能面板科重税 违反规定 但市场普遍保守看待 大陆对台厂转单在6月中无预警砍单 价格更应声下跌 根据研调机构Energy Chain资料显示 部分报价甚至跌破业者的损益平衡点 实况大乱 台厂只好以减产策略减缓冲击 任何贸易障碍对自由经济来讲 市场经济来讲都不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是一直很省慎的 看这件事情怎么发展 如果它如果对台湾不利的话 我想会对这个产业 有一点不好的冲击的社会的 年初加班赶工清新不在 茂迪目前产线维持正常四班二轮制 另一大厂浴京同步进行产线调整 并将加动率调降到七成左右 至于电池厂太极 加速进军欧洲争取客户 目标将欧洲比重提高到九成 就是要将双反干扰因素降到最低 佛罗学罗关于台北报道 个人电脑落底回温 工业电脑族群则是进入下半年忘记了 反映表示零滑的机器人出货明显升温 由于产品具有高毛利优势 将是获利的主要动能 另外一个大厂武风 今年不只是吃下运动采权订单 更首度的跨入俄罗斯赌场 为营运在天柴火 中秋节档旗即将登场 便利超商以及量贩超市陆续推出活动了 全年信息满满 预估光是莱克树就渴望较平日大增三倍 带动生鲜业绩成长幅度上看两成 抢供中秋送礼以及烤肉的商机 马上就是农历七月 家家户户都在准备中元节普渡拜拜 这时候却碰见真子在家门前跳起舞来 这次全联推出的中元节系列广告 话题性十足 成功吸引消费者目光 中元节之外还有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商机 我们希望说逐渐的扩大 让所有的店都来加强这个生鲜 蔬果或者是生鲜之类的 台湾每年烤肉商机高达五亿元 全年预估中秋节档旗来客树 渴望较平日大增三倍 日购生鲜业绩也渴望增加两成 全年在行销上大搞创意 总裁徐冲仁老东家统一超也加紧脚步 大赚中秋彩 那有了一个好的基本的营运系统的话 有纪律的话 如果全世界的环境好 那我们一定可以睡着船高 比别人做得更好 看准夏日民众消暑解热心态 统一超这次以冰品以及水果打头阵 想要借由拉长档旗增加营收水位 尤其现在不少民众越来越注重健康概念 带动水果类别大幅成长五成 中秋档旗业绩有机会较去年成长一成 为全年营收增添活水 福日水路关羽台北报道 电脑中央处理器供应商超为 第二季营收十四点四亿美金 年增百分之二十四 较上一季增加百分之三 再往第三季超为预估 单季营收将会落在十四点三亿 到十五点一亿美金之间 即增百分之二 中刚公布上半年财报 税前EPS来到零点七五元 优于市场预估 随着淡季过后 下游用户回补库存订单即将出笼了 国际钢架有机会落底回升 对下半年展望趋向乐观 一扫钢市低迷的景气 美国钢市需求增温 钢厂涨价企图心不减 欧洲钢架处于历史高点 市场认为已经没有叠加空间 至于亚洲钢市方面 大陆流通行情 以及钢厂盘价双双触底 市场信心转强 加上日本调高消费税的冲击逐渐缓和 种种因素刺激整体钢市 终于出现止跌讯号 中钢开出九月内销盘价 虽然全面平盘 不过中钢认为随着不如旺季 第三季钢品接单量 渴望达到317万公吨 激增4.2% 观察中钢六月财报 就能看出市场逐渐走向健康水位 第二季税前大赚66.21亿元 较第一季成长三成 上半年税前盈于116.94亿元 税前EPS0.75元 由于市场预期 中钢对下半年展望乐观 另一大厂风星同样抱持整面看法 钢铁的价格都 几乎在中国大陆 几乎所有的这些大钢厂都赔钱 都亏本 所以当然会带动一些 整个价格会回升 风星认为国际大船和货柜废钢走跌 国内废钢收购价 自然就会跟着降价 国际货柜废钢价格 近期跌幅也收敛许多 未来价格走势 渴望在盘整后逐步增温 富人生卢根宇台北报道 以上是新选的财经药文 广告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明日关盘重点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之前找工作没头绪 为了接着24小时免负费电话 就有专人服务 通过轻散飞运机评 我们就了解自己的能力 以及另外将工作和兴趣做协和 阿姨社会需要更多的资讯及准备 善用就业资源 找出人生方向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俄牌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时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俄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带有 吹气贴 享用气贴 五分钟 理财周刊 新手赢家日报给您无限的可能 精辟盘时分析精准火线强库 专业内容值得您信赖 现在订阅十二期理财周刊 加送三个月赢家日报 只要六千八百八十八元 现在来电再想赢家日报免费十月哦 活动详情请拨打赢家专线 02-2392-6680 2392-6680 昨天说辈啊 我已经找到何个业者 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 要用高价租我的地 我看没当周一 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 真为了 有些人叫业者 会租土地来望住了 挥花会气物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乱租 地主还要常常巡逻出处的土地 哪不会造成的污染 地主还可以被滚 而且最多得以活得三百万人 请赶紧赶环境保护处 关心云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节目现场 尽管美国股市还是难以摆脱 国际间烽火四起的一律收黑 台股也面临了麦德姆对川新台的威胁 而今天股王大力光洪海是休兵的 一度回测了九千四百点未见卖压 十点过后见到叠生股自救 电子族群当中 第一润NB太阳能动起来 金融也力挺盘上 大盘顺利站稳月线震荡电高 并且蓄势再度挑战九千五百点 加权指数收盘是上涨五十八点 以九千四百九十九点作收 成交量微幅放大到九百四十七亿元 而明天该怎么选股我们赶紧请到 大家都非常熟悉资深分析师 顾富仁老师 为我们解析明天的关盘重点 顾老师晚安 顾客晚安 久不见大家晚安 请教顾老师 今天是台风夜 这个投资朋友也是要特别注意安全 不过在明天的一个盘势部分 如果说这一个还是要开盘的话 到底在整个盘势上是不是能够 像今天一直能够持续的正面看待 您的看法呢 其实以最近的台股来讲的话 前面也跟各位提到 我们这边是一个多头的修正 那这个多头修正其实呢 并不用太过担心 这几天也开始慢慢的回来了 那因为前两三个礼拜三四五呢 大概就是一个震荡 礼拜一再一个震荡 今天是因为台风前进 可是因为其实以这个经济数据来看的话 确实是好事 因为其实除了早盘以外 看得到一些所谓比较小心的卖亚 后面就开始慢慢回笼 那盘后来盘后之后来看呢 外资也是买超台股 那就是说其实以这边来讲的话 应该没有太多的疑虑 台股这边还是属于一个高档震荡的格局 虽然有一些所谓的互利老金卖亚 但是它并不是空头的开始 因为不是空头的开始 意思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一个起跌点 它只是一个多头的修正跟整理 那也加上说其实以今天来讲的话 这个所谓的半导体的BP Ratio还是在意义上 意思就是说其实这边半导体的需求还是存在的 那既然如果说是有存在的呢 那就表示说来到这里呢 台股这边应该还算是稳定 那既然是一个稳定的情况底下呢 我觉得其实拉环就是可以去注意一些所谓的个股 那以这最近来看的话 其实像TPK来说它修正的算是比较深 然后今天反台也比较顺利 那因为短线上呢 其实也可以看得到说 比如像宏达店啦 宏达店其实今天也还是不错 也算是质稳 就是说它没有再坏下去 那以今天来讲的话 还有就是联巴克的部分也表现得不错 那之前各位报告过 联巴克其实它一直都还好啦 虽然说有些杂音 可是我说过它只要大概低于500块以下 大概都是会一个是一个好买点 因为其实以最近的盘子来看的话 它会缓步上攻啦 虽然说可能还会震荡 但是毕竟说回挡的力道 其实也不会太强 大概回挡了两三天就会开始转强 除非说我们有带量突破 带量往下杀啦 不过最近应该看不到 那你加上说现在留意的地方就是说 比如说在大陆这边 有一些所谓的电动车的部分 或者是说这个所谓人员 就是应该是属于这个所谓的节能 或者是绿能能源的车量 今天也带动了 比如说像康苏这类型的个股往上冲 之前我报告过 康苏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注一个好的个股 虽然说它做燃料电池 可能大家比较 我们也看到因为现在其实燃料电池用的地方也不多 可是在高科技的部分 或者是说这个所谓的高级的这个 赤福器 赤福器的这个所谓的赤福站 比如像Google啦 或者说像Microsoft 或者是苹果 他们在设立赤福器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备用电源 大部分都是使用这个所谓的燃料电池 那或者是说我们这边也看得到说 其实最近来看的话 在于这个所谓燃料电池的注重层面上 运用也越来越广 所以等于说像这类型 像康苏这种专门在做燃料电池 只要最近有这个提展的话 应该都会顺利的上工才对 所以包括了目前在电子族群 还是盘面上的一个聚焦 重点也进步请教顾老师 所以目前不管是在相关一些 这个电池燃料的部分 还有哪些电子族群的官棚 也可以来做一些逢低布局的策略 您的观察呢 其实因为这一波拉回来的时候 其实还是要多留意下这个PCB的部分 因为其实以PCB来说 其实在这一波往上攻击 其实并没有太强 比如说像是加联益 这个其实它并没有强到哪里去 那或者说像益家这种也是一样 就等于是说 其实以台股这边来讲的话 它一直都是承计一个稳定 像最近的这个益家 它当然也是所谓的盘整区间向上 最近在整理 那因为整理的时候呢 其实应该还会很想一两天 因为它今天是处于极度量 说它有可能再次的突破前高 那以加联益来看的话 其实它是有修正过在网上 就是说这个是比较 应该说买起来大概观众朋友们会觉得比较安心 可是我认为其实以最近的苹果的出货草来看的话 我觉得仓牌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那LED当然它们也是属于这个所谓的节能的概念股之一 可是因为LED通常我觉得它们月币已经有些的股本还是比较大 虽然说整个整理性产业在这个4K 2K加上这个所谓的造明的部分 我觉得它们业绩应该不会太坏 但是你说要爆炸性成长 我觉得反而不会像是手机的部分 因为其实以最近的趋势来看的话 为什么说在一些国外的 比如说叫Wall Street Journal WSJ的部分 为什么它会去调高这个 或者说它有报道出来说 这一次的苹果有这个所谓的订单 有高达大概7到8千万只 它其实会有这个东西 应该是根据他们这个北美当地的这个所谓电信商 或其他的电信商的扶货量来看 还有就是说我之前也讲过 为什么这次苹果会带起整个台国往上攻击 那是因为过去两年苹果在iPhone 5跟iPhone 5S或5C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间买的这个所谓的手机 大概都一两年前的事情 那因为一两年前的事情到现在大概要 大概约也到了 如果说约有到的话 你稍微再等一等 其实马上就可以等到这个iPhone 6 那因为在北美或甚至于说东北亚的时候呢 他们的这个所谓4G的价格比我们台湾来的更多 中国大陆也都差不多 所以等于是说这一波里面来看的话 大家可能都在等这个4G 那等于说你4G手机如果在下半年 因为苹果推出来而往上通的话而往上飞升的话 我觉得在这一次的比如说像是台通或台阳都会有所机会 因为其实你4G爆发点应该就会落在9月跟10月份 应该是8月中就开始看得到了 但业绩的部分当然比较早一点点 因为我们是零主线跟代工嘛 所以说我认为7、8月只要我们这个手机零主线的业绩不太寂寞的话 我觉得其实在后面的时候大概在8月的时候应该都还会再有一波 那至于他们会不会有互利老街卖压 我觉得到那个时间点再来看就可以了 所以另外一谈时间也进步请教顾老师 包括在机器人的商机 不管是在这个昨天也是有这个两大公司来宣布要来策略联盟 来这个进攻所谓的一个台湾的机器人的供应链 是要来做一些这一个企业之间的合作 所以目前在整体的加上自动化商机 以及机器人的产业最新的发展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知道话来讲 我觉得其实应该当然要拿上瓶出来做一个参考了 因为我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大概在200块左右 当时发生的原因为什么上瓶会到200块附近呢 那是因为其实是因为日币的强力的升值 那造成说我们以前一些接日本单都有被转单 可是这一次为什么它又可以从200又回到370几 那其实真正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的产品还是有这个竞争力 掉单一定会掉 可是如果说比较起来的话呢 应该价格其实如果说还是比日本便宜的10%到20%的话 我觉得大家还是用台湾的产品 因为表示说上瓶它的初产的这个 这个所谓机器手背或滑轨的部分呢 这个品质事实上是够高的 那其实如果说够高我觉得它业绩还是有会成长 其实在它的业绩部分其实就看得出来了 然后再加上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像现在大陆的新知识三级跳 那你说我们把厂房搬到这个所谓的东协去 会不会好一点点 其实搬厂到设厂其实都要6个月以上的时间 那你可以保证说东协比如说越南辽国缅甸 他们新知就不会涨吗 我可以跟各位报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新知其实每个地方都会涨 那你变成说你为了要维持这个所谓的代工量的话 其实要能够取代的话 大家都会加减去使用机器人 不管多少都会用 所以等于是说这个算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那这个必然趋势其实在红海这边也看得非常清楚 那你披开红海自己在玩自己的以外 往外面的可能就像上瘾 那你上瘾他也很聪明 他也不会去玩单打独栋 因为单打独栋真的太辛苦了 因为一家公司而已 这个产能再大也不会比红海来的更大 所以等于是说拿去做一个合作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其实大家要应该说怎样 应该算是一个所谓的强强结合 因为你要做一个合并 你才有可能跟人家去竞争 那以台湾的机器人来讲 其实台湾很多厂商也是需要的 那只是他们什么时候转速还是必定必然的 因为其实我们就拿大力光来说的好了 就算说他的业绩 就算说他一个月需要去付超过5K以上的 这个吸水的话 我看我相信他也还在缺工中 所以等于是说这些缺工的部分 其实慢慢的还是会走到这个机器人 这是世界的一个趋势 那尤其以台湾来讲 其实本土制造本土使用 我觉得这是非常符合这个预期的 所以等于是说 未来如果说台币只要升值的过快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个所谓的电机电工类的 这个非电子类的像这种机械型机械类的 应该的竞争的这个实力 应该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今天有在做一个反弹 我觉得就是市场上有去认同 那因为上营来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都比较多的是法人 在参考 一般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少 因为其实认为可能股价比较慢 可是我认为这类型的个股 其实是值得我们去做观察跟续报 因为其实未来 它的这个趋势是一片向上 那既然是向上 它涨得慢没关系 只要涨不停就可以 因为以筹码来看的话 并没有什么出货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器人的类股 应该值得我们去做一个参考 好 非常感谢资深分析师 顾夫人老师 详细的解析库老师 谢谢 谢谢 虽然今天收盘只差一点 就能够站上9500 但是多头还是展现了 强烈的抢回控盘权的企图 收盘位置成功站回了五日线 跟十日均线之上 本周下半周将是多空决战的关键 对多头来说 不只是得化解9500点之上 11个交易日的套牢区的压力 还得让已经下弯的五日线 还有十日线转为翻扬向上 整体趋势仍在多方 如果9500点城池 再度被多方攻下 也得提防再度上演嘎空的行情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晚安报 感谢您的收看 只有这一同来关心 明天的重大财经预告 我是郭凯 拜拜 下沙下沙 只要四折 轰天雷满意送单感恩 回馈大放送 昨日起参加轰天雷 终极实务翻专案 让你可以学到 轰天雷的关盘技巧 逐步掌握操盘金钥 了解更多 请速播 0223653255 冷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点 是今夏最美丽的流行 谢谢你的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想帮助别人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提醒您 多的空屋 可以透过租屋服务平台 租给有需要的人哦 不仅可以免费 张贴租屋讯息 最高每年 还可获得 一万元的修缮补助哦 目前已有六个县市 加入租屋服务平台的行列 请上网查询 详细说明 租屋服务平台 爱屋及屋 一起来 内政部营建署 关心您 病菌的传播 总在无意间 下班后 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别让病菌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 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 清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肺炎练球菌平常可能会潜伏在人类的皮箱当中 当我们感冒或者是迷运低下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引发清晰性的肺炎练球菌感染症 你知道吗 在台湾每十二个小时就有一个人感染 接种肺炎练球菌疫苗就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台风季节来临 我们来看看防台准备做得够不够 准备沙包 固定招牌 树桐沟渠 不怕风雨来 不前往关潮 钓鱼或不当外出 防灾用品准备好 防台不烦恼 记得随时注意台风相关讯息 危险区域的民众 请及早避难疏散 内政部消防署提醒您 人家说公子在情莫得千亿 那是上天招牌人的名字 但是我的人生会 不知道要是好运 要是开门 我什么头路不去做 那边要做一个豬肉做 那也是认真打拼 也是看在那次的温床 就准备做到四年 我也就要把鸡肉的吊吊吊 白西蒙甲的女人 敬请期待 爱山爱水 不必离开台北 内湖下一站 发现仰大湖 一千七百坪湖畔城堡 轻松价格 升级豪宅大户规格 每瓶三十八万起 金龙湖畔 蛋池 发现仰大户规格 未经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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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web